当然演的这个角色我也觉得是一种挑战 挑战是在要怎么样去 当然年龄啊 事业啊 角色方面 我觉得是新的尝试之外 因为在戏里面我要跟比我年轻十岁的男生谈恋爱 其实这对我来讲也是挑战 在戏里面也是挑战 在戏外当然也是挑战啦 他跟大洋天谁就好 干嘛这样啊 干嘛这样啊 你不知道大洋天是谁吗 只要有一个高高帅帅的男生去看他的班的那个是大洋天啦 我拍完过好年之后呢 就马上投入这部戏的制作 然后就开拍这部戏了 然后我还要拍那个魔幻世界 所以我还时间还蛮密的 这是我第一次跟孝权合作 我以前有看过他的一些戏 然后最近也有看他的爱的发声练戏 他给我的印象呢是很成熟的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看了他的那个Diori的广告 就觉得他这个 他很有那个荧幕魅力 他也算是一个 很多角色都非常适合他 六天前开拍 我只拍了三天 那在这三天里面 我只跟他拍了两天 那我跟他拍的这两天 也只拍了半天 所以半天半天加起来就只有一天 所以接触的不多啦 而且我们拍的戏都是比较过场的戏 所以还谈不上有什么火花 或者是感觉或者交流 对 而且他也很近 那我自己本身我也蛮慢热的 有戏里面我们也有几个镜头 从第一天碰面就 就戏里面 就介绍我们第一天碰面 就已经有吻戏了 然后还有一场 创戏 不会啦 其实荧光沐上 如果论这种 如果你要以这种清乐戏来讲 我觉得他的清乐会比我丰富 оп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